这段时间要说哪部电影是让观众看得最爽等 陈凯歌的志愿军存亡之战想必没什么人会怀疑 不过这部电影成绩能那么好 也有观众会觉得很大程度是因为陈凯歌吃了英雄儿女的老本 毕竟从框架来看的确陈凯歌有模仿的嫌疑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重点是陈飞宇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他的戏份特别多 一开始我以为电影的主角是朱一龙 他饰演的主角李响是整部电影的核心角色 可后来我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陈飞宇的戏份在这部电影里面一点都没有少过 他饰演的孙醒几乎可以用贯穿了整部电影来形容 很多场合都能看到陈飞宇的身影 让观众都开始怀疑谁才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因此为什么陈飞宇的戏份那么多啊 首先要说这件事情就要联系到整部电影是什么情况了 和其他电影不一样 这部电影是三部曲的节奏 也就是说电影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时候为了让电影有联系 就必须把一些角色贯穿到三部曲 让观众能够有一定的记忆点 不然观众是很难记住这部电影的联系 所以我们能看到剧中的陈飞宇的戏份会联系在一起 再然后就是电影剧情需要 毕竟如果完全启用新演员和角色 观众就形成不了记忆点 一旦没有记忆点后 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记忆点就会很低 一旦记忆点都很低了 也就别指望这部电影还能给观众记住什么东西了 毕竟连角色都记不住时 那也别想观众还会对电影产生什么太大的好感了 所以剧情必须要有一个角色联系在一起 当然上述说的都是我给他们找的理由 实际上抛开这些话题不谈了 真正造成这部电影陈飞宇戏份那么多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没错 陈凯歌作为这部电影的导演 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就是陈飞宇能参演这部电影 都是因为自己的老爹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不拉一把还真不行 说白点 他就是这部电影里面最讽刺的关系过了 戏里面的陈飞宇可谓是各种耍帅 各种开挂式的操作 看似让电影很热血 实在很愚蠢 这么做无异于给电影口碑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相信我 为了捧红自己的儿子 陈凯歌可谓是非常努力了 可代价是什么 只能说我们这些观众都被陈凯歌给利用了 成了捧儿子的垫脚石